地缘政治里有路权论和海权论 路权论认为路权更重要 海权论认为海权更重要 你觉得会是路权论更早提出来 还是海权论更早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证文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上学的时候 有些同学总是能够凭直觉猜出来问题的答案 但要是让他们一步一步写出来解题思路 那可就难为他们了 地缘政治就是这样的一门学科 很多地缘政治的直觉是非常准确深刻的 但你要是问 为什么能推导出这样的结论 那些研究地缘政治的学者就开始乱说了 很多人对地缘政治的了解 是从一段极其具有震撼力的 格言体语录开始的 这段话是 谁统治东欧 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 谁统治心脏地带 谁就能主宰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 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有时候这段话里的东欧 会被改写成中亚 或者是巴尔干 或者是高加索 最早讲这段话的是英国地理学家 哈·麦金德 麦金德在1904年写了一篇文章 叫《历史的地理枢纽》 这篇文章很短 却被誉为改变世界的巨著 因为麦金德第一次从全球战略的观念 来分析世界政治格局 历史的地理枢纽 首先讲了欧洲的历史 麦金德讲到 欧洲之所以是欧洲 是共同抵御来自东方的亚洲游牧民族入侵的结果 何凡在之前跟大家讲过 人类在长期进化中形成了我们和他们的概念 为了找到我们之间的认同感 必须要有一个非我族类的他们 比如你从毛海贱的《天朝的崩溃》一书里能够读到 在鸦片战争期间 中国人并没有完全动员起来 抵御外敌 很多中国人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 三原理抗英斗争 说是爱国其实是保家 鸦片战争中 英国遇到的最激烈的抵抗来自于镇江守兵 镇江本是各个据点中防守最薄弱的 但反抗却最坚强 这是因为当地的八旗兵 两百年来一直驻扎在此 家产在此 眷属在此 祖坟在此 所以才要拼命 欧洲本来是帮国邻力 互相厮杀的 从公元五世纪到十六世纪 来自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不断的向西侵略 一次又一次达到欧洲 公元四世纪 匈奴人已经渡过顿河 击败了哥特人 东哥特人臣服于匈奴 而西哥特人则如潮水一般流入罗马帝国 公元五世纪 匈奴王阿提拉渡过多瑙河 向罗马帝国直接发起进攻 公元451年 阿提拉进犯罗马帝国的高卢地区 法兰克人 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其他行省的居民一同作战 他们不自觉的结合成了近代的法国 匈奴人走了之后 又来了阿瓦尔人 阿瓦尔人的祖先 可能是中国古书里所称的柔然 为了抵抗阿瓦尔人 奥地利在边境修建了一系列要塞 成了欧洲的前哨 之后 马扎尔人 保加利亚人和蒙古人 不断的从东部入侵 蒙古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 占据了俄罗斯 对俄罗斯的历史影响极其深远 俄罗斯人有句玩笑话说 剥开俄罗斯人的皮 就能发现里面是个达达人 由于有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 麦金德讲到 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欧亚大陆的面积 相当于北美洲面积的三倍 其心脏地带几乎无法通海 但在东面南面和西面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新月形的边缘地带 这些地带是可以由海陆抵达的 那为什么麦金德对东欧如此关注呢 其实他关注的是 东欧南部的所谓边缘地带 而这些需在大博弈的背景下才能理解 大英帝国是一个海上帝国 如果说英国人政治信条的第一条是什么 那就是信仰海洋 有意思的是 不是所有临近海洋的人们都天生的擅长航海 最初居住在英伦三岛的土著居民 对海洋很恐惧很少出海 英国人对海洋的重视 也是因为总是有外敌从海上到来 比如法国人和维京人 才逐渐地跟着学会了航海 英国开始重视发展海军是在十五十六世纪的事情了 一开始呢 英国的海军不行 他们就鼓励海盗 这也是一种公私合作的好办法 1588年 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 因此士气大震 从1652年起 英国和荷兰海军在英吉利海峡两岸不断交锋 打了大小十余场海战 之后英国和法国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内争夺霸权 直至1815年拿破仑战败英国达到了鼎盛时期 19世纪初期 大英帝国称霸天下 无人争锋 大英帝国虽然在海外占领了很多殖民地 但号称帝国明珠的是印度 英国在印度长期苦心经营 这块辽阔的土地给英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 但到了19世纪后期 英国开始担心自己在印度的统治地位了 早在1807年 英国就曾经得到过一条情报 拿破仑向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建议 两国联手占领印度 英国到印度去都是走海路 俄国要是想入侵印度 会直接通过波斯和阿富汗直下印度河 让英国着实担心 尽管拿破仑后来战败 法俄联盟随之破产 但俄罗斯一直在不断的向南扩张 19世纪初 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在亚洲的边境相隔2000英里 到了19世纪末 这一距离已经缩小到一两百英里 甚至几十英里 俄罗斯已经到了印度的家门口 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 何凡推荐英国记者彼得霍普科克的大博弈 此书对英国和俄罗斯在中亚的争骂战描写的极为生动 这就是麦金德提出枢纽地带的背景 大家可能知道麦金德的学说经常被称为陆权论 而与陆权论相对的是海权论 海权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海军上校马汉 那么你知道是陆权论先提出来的还是海权论先提出来的呢 估计很多人会觉得陆权论早于海权论 这是错的 陆权论和海权论大体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出现的 海权论还要稍早一些 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是1890年出版的 而何凡讲过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 是1904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 那麦金德到底担心什么 他担心随着铁路技术的发展 路权将比海权更重要 按照马汉的说法 拥有军港和海岛比控制大块陆地更有价值 海外殖民地和海外贸易能够给一国带来更多的财富 水陆交通总是比陆路交通更加便捷而便宜 一言以蔽之 没有海权 一个国家想要崛起为世界大国 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麦金德则更悲观一些 他讲到海洋运输尽管便宜 但通常要包括四次装卸货物的工序 从工厂装货到出口码头 再从进口码头到最终的内陆目的地 路上的铁路货车则可以直接完成点对点的运输 从工厂直接开到仓库 过去海军的机动性要胜过陆军 但当铁路和公路网四通八达之后 陆军的机动性反而会超过海军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迅速的调集部队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起进攻 我们不妨把麦金德的观点再重新表述一下 在麦金德看来 欧亚大陆的中间地带是一片广阔的大草原 腹地开阔机动性强 这就是为什么欧洲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受游牧民族入侵的原因 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 由于铁路公路等陆地交通的发展 俄罗斯凭借欧亚大陆的腹地 向外扩张的能力更强 如果俄罗斯控制了中亚和东欧 就控制了新藏地带 控制了新藏地带就控制了世界 如果俄罗斯真的挥军南下 不要说占领印度 只要切断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联系 大英帝国都会被扼住口管 如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 何藩觉得麦金德的观察更为敏锐 当时路权的重要性的确在提高 英国是个海权国家 所以尤其要注意补齐在路权上的短板 不过要是从长期的历史来看 海权的重要性旨在增加 没有减少 像中国这样的传统的路权国家 则要学习补齐海权的短板 英俄之间在中亚地区的大博弈 到了二十世纪初暂告结束 俄国在爆发十月革命之后 暂时无法顾及对外扩张 英国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但大英帝国却走向衰落 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 中亚地区的大博弈又将上演 美国 俄罗斯 中国 中东 都希望能够在这里有自己的影响力 这个地方是会变得更加稳定 还是会更加动荡 谁也无法预测 唯一可以预言的是 这个地方将在很长时期之内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最后何帆问了你一个问题 你觉得陆军和海军的风格有何不同